第1156集 我可以帮你 但是当着墨小鱼的面 顾依依可不看再有什么动作了 只能是瞪着杜小婉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墨小鱼背对着这俩小丫头 当然也不知道 他们在背后用眼神交流着什么猫腻 他只是在想啊 难道出了其他什么事吗 拓拔向晚急匆匆地赶到唐州来干什么呀 这一等又是俩小时 等到拓拔向晚在机场通道出现时 墨小鱼才意识到 拓拔向晚果然是匆匆而来 除了手里的钱包 拓拔向晚甚至没来得及拿行李 这对一向四平八稳的拓拔向晚来说 简直是不可能的 出什么事了 墨小鱼赶紧上前问他 拓拔向晚脸色飞红 可能因为下了飞机走得急了点 也可能是他内心有事的缘故 回去再说吧 一言难见 拓拔向晚看了看顾依依和杜小婉 不知道机场为什么又多了一个小姑娘 这小姑娘又是干啥的呢 但是他没问 墨小鱼看出来了 拓拔向晚心里有事 但是这事吧 还难以启齿 如果连这点事都看不出来 还怎么泡女人呢 四人上车一路急迟向市区开去 而墨小鱼则是先把拓拔向晚 送到了唐州大酒店安顿下来 此时 顾依依说有事要和杜小婉说 他们自己打车走就行了 墨小鱼虽然知道顾依依一直打的什么主意 但这个时候还没时间去收拾他 回去再说吧 看着拓拔青晚自己开好了房间 回头对墨小鱼说道 走吧 上去坐会儿 我有事要和你说 这一般女人邀请男人到自己家里 或者是房间里坐会儿 这事就差不多了 墨小鱼很想知道拓拔青晚不远千里追来 到底是因为什么事啊 难道就是为了开房吗 进门之后 拓拔青晚在门口甩掉了高跟鞋 赤着脚踩在松软的地毯上 他在各个房间都看了一遍 回身坐到了客厅里 此时 墨小鱼站在落地窗前点了一支烟 听到了他的声音 回头看过来 什么事啊 这么着急啊 非要赶得这么急啊 顾依依依是不是告诉你 我姥姥说 这一次去除连环将的同时 也是去除桃花鲨和白虎鲨的最好时机 拓拔青晚问道 啊 他说了 但这事太难了 我不强求啊 墨小鱼淡淡地说道 是不是 是不是因为那样的女人难找啊 墨小鱼皱了皱眉 心想 这丫头话里有话呀 说难找的确是难找 但是说好找呢 故意已经找到一个了 只是自己不想这么做而已 我可以帮你啊 成熟的女人和不成熟的女人 就是不一样 杜小婉连和墨小鱼 说话的勇气都没有 但是拓拔青晚说完这句话 直叮叮地看着墨小鱼 那火辣的眼神 墨小鱼都觉得难以招架 我不大明白 你说的帮我 是什么意思啊 拓拔青晚说着走进了墨小鱼 伸手搂住了墨小鱼的脖子 墨小鱼能感觉到 他这是在强迫他自己这么做 因为他的脸上 虽然因为激动而飞红 但是他却手脚冰凉 这个动作也显得那么清澈 一看呢 就是没和男人调过情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找不到其他的女人 我可以成为那个帮你的人 因为 我 我就是那样的女人 尽管拓拔青晚强迫自己一定要勇敢一点 但是这毕竟涉及到自己的隐私 所以当他把自己保守了近三十年的秘密 说给一个男人听时 还是感觉到自己有点难为情 墨小鱼一下子愣住了 他如果现在还不知道拓拔青晚是什么意思 那他脑袋就是被门挤过 现在知道我是什么意思了吧 拓拔青晚问他 他好容易说完 但是却没有得到墨小鱼的回应 不由得抬头看向墨小鱼 啊 我明白了 可是你这样做 墨小鱼还想客气一下 毕竟这事不是小事 再说了 自己的女人已经够多了 而拓拔青晚又不是一般的女人 这可不是一个擅长 要是真的和他有了关系 先不说拓拔青晚自己背后的关系 单单是桶子楼里 那位老太太 自己可能就没能力招假 你放心 这是我自愿的 和任何人无关 我只是觉得 眼看着我心意的男人死去 我有点不舍的 拓拔青晚这话再明白不过了 这世界上果然是没有免费的午餐 人家千里迢迢的追到唐州来 可是为了自己的事 而且还是这么大的牺牲 所以墨小鱼要是再装糊涂 那也要装得很高级才行 一般的小伎俩不可能门混过关 更为要命的是 拓拔青晚说完这话 深情看了墨小鱼一眼 慢慢的闭上了眼 因为是赤脚啊 所以在高度上有点不合适 以至于想要去献稳 他还要点起脚尖 这个时候啊 拓拔青晚是有点恼火了 墨小鱼什么意思 我都这样了 你还装吗 以前可不是这样的 姥姥说他不是有桃花煞吗 怎么还会这么君子啊 在他想来 既然是身中桃花煞 哪有见了女人 还不恶虎扑石的 墨小鱼也闭上了眼 并且伸手还住了 拓拔青晚的仙妖 当拓拔青晚感觉到 自己要沦陷时 墨小鱼的手机响了 一下子 惊醒了迷恋中的两个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